中华紫江回馈乡里特别捐赠2000包的卫生纸 给捡箱各个福气站的长辈们使用 乡长有俗生也加码赠送了酒精湿纸巾 提醒老大人们 疫情虽然趋缓但还是不能松懈 呼吁大家出门在外 一定要戴口罩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以确保健康平安 疫情稍微趋缓 各个福气站都恢复上课 老大人们都很开心上学去 但为了提醒老人家不要忽略防疫 中华紫江公司特别送来了卫生纸 给福气站的长辈们使用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我们中华紫江就是趁这个机会 来跟乡亲互相交流 然后宣导一下我们的 远环经济的一些理念 然后也帮助整个 阿联县吉安巷这边乡亲的一些活动 那我们今天还带了什么小礼物 我们今天带了一些小礼物 我们自己的紫江做的卫生纸 我们自己的紫江做卫生纸 让乡亲知道我们做的这个卫生纸 是从紫江 我们做的紫江过来的 吉安香港游淑珍也加码赠送了酒精师纸 提醒老人家要落实洗手消毒工作 谢谢在地企业中华紫江 共构我们银法乐活 跟关怀的这样的延展 谢谢他们提供了1800多份的 这个卫生纸 来跟我们35个赞的老大人一起来分享 尤其是疫情期间 紫江送来了酒精包 那我们紫江呢送来了卫生纸 希望能够带动银法乐活以外 也带来一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养成 个人卫生的健康防护 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一起可以洗手努力 照顾老大人 提醒老大人 照顾自己健康 来守护家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幸福 适性的关怀活动 游淑珍感谢中华紫江花莲厂 长期以来洗手工部门展开回馈工作 包括了免费提供有机质肥料土壤 配合乡公所来推展社区快乐农园工作 而在疫情期间也无偿供应了次律酸钠原液 协助乡公所启动社区的清销供应站 让家户可以进行防疫消毒 游淑珍表示 乡公所会持续携手各界资源 共同来打造幸福吉安美好家园 介络会吉安相报道